每一次出舱活动 航天员身上穿着中国自主研制的 飞天舱外航天服 在太空中格外醒目 那么这件飞天战袍的外部 都有哪些机关按钮 它们有哪些作用 记者走进中国航天员中心 带您解码舱外航天服 130公斤重的舱外航天服 是航天员执行出舱活动的铠甲 它是一个V型航天器 冲上一定的压力后 可以保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抵御外太空的高低温强辐射等 这就是航天员出舱使用的 舱外航天服 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的设计 在胸前一些设备的 它的文字标识是反的 这是因为航天员通过面窗 对胸前的设备进行观察的时候 是有一些视野的盲区 比如说在设备的侧面 这样的文字 航天员是看不到的 这个时候航天员就可以通过 手套上的这面反光镜来进行观察 镜像之后 航天员看到的文字就是正的 便于航天员的识别和操作 服装胸前的电控台设备 就是大脑所在 是电气系统的核心 上面有服装泵 家电 风机 照明电台开关等 电控台左下方的夜温手柄 可以调节航天服内部温度的舒适性 紧挨着夜温手柄的就是供养和应急设备的开关 这个灰色的小工具 航天员需要自己独立完成服装的穿托 当然它就是服装是被褥式的 它打开背包门之后 自己穿进去之后 它需要通过这个拉绳 先把背包做一个预关闭 然后再通过这边的那个锁臂手柄 来把整个服装关闭密闭 这两根显眼的橘色绳索 就是航天员在舱外攀爬过程中 需要时刻与舱外扶手连接的安全装置 一根是弹簧绳 一根是略短一点的固定安全绳 通过反复勾挂这两个安全绳 来实现航天员的移动和攀爬 安全绳牵引的重量可达到蹲级 我们是在里面给他们那个装了一个 就是银水袋 就是它在操作的过程中 只要低头就能喝到那个饮料 面罩是通过我们的设计 和里面的就是温速度控制保证的 这样他们在初上之前 也会给面窗内部涂一层那个防雾剂 防止它解雾 精巧的设计 也让航天服使用起来越来越灵活 头盔和躯干一体化 四肢可以调节 利用仿生结构上下肢关节处使用了气密轴承 使关节活动更加自如 通过调节可以适应不同身高和体重的人体参数 从1米6到1米8的航天员都能穿着使用 目前在轨的航天服一共有三套 两主一倍 这三套航天服分别通过天舟2号和天舟3号上行到空间站 供航天员在太空中轮换使用